来 现在老姐到了个城市啊 是埃及这边叫Alexandria 然后说是这边第二家的城市仅次于凯尔罗 然后这边还有海啊 还不错 昨天发生一件很狗血的事情 现在刚刚换会啊 兜里面一下多了很多钱 老姐又拿出来一千去嫖去了 然后就在路上面逮住路人就勾引 然后呢就一晚上收获颇丰 搞了五个小直男啊 我以为讲这个套路啊 反正就是先直接过去嘛 给他个一点小费 然后呢这个直男嘛 就会非常困惑的看到我就觉得这个钱干嘛的 然后我就给大家看翻译 我说我要摸摸你 然后呢就给你这个钱 然后呢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他要说不可以的话呢 他就会把这个钱退给我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然后总有人同意对吧 同意了吗之后嘛 我就开始给他摸 摸印了之后嘛 就会趁机的吸两口你知道 你想吸的那种感觉这些直男觉得爽死了对吧 然后呢我就给他加一点钱 我说我要把你吸射了 然后呢你知道吗我们就 就是你知道在那马路上面随便找个什么暗地儿你知道吗 就把它吸啊吸啊吸啊就吸射了 然后玩玩一个嘛老姐姐快马加便 那麽又找下一个 而第五个呢 然后呢就是他半天不射 但他那个鸡巴真的特别大 就感觉你知道放在嘴巴里面喊一喊 感觉还特别爽 然后他就提议说 我们要我们回酒店吧 然后那麽老姐姐回酒店的时候呢 妈咪的 因为那天嘛我换了个地方 然后换这个地方呢也不是通过网上面定位 那我说我要那个一个单人房间 然后呢亲女老板呢是把我领到了一个一个一个地方 我可能走路上当中嘛就有点心不在焉 就没有太注意周围的一个景色 就是周边环境 我反正记得很清楚就是离我们的亲女并不是很远 然后在一个街上面对面有一个这个加油站 等于说我要回去的时候呢 我就完全就是找不到了 那边的这个门洞也比较多 反正就是找了半天呢 就是没找到我那个酒店的门 然后呢当时那个男的嘛跟我在一起嘛 就说你找不到嘛 然后我们两个就特别尴尬你知道 他还问我说你没有那边的电话吗 你没有那边的什么门卡吗什么这些的 然后呢我当时嘛 因为我跟他也没有办法正常交流 我们都通过那个翻译软件交流的 我那个手机的又没电了 你知道吧 他就问我这些呢 我又跟他讲嘛 他又听不懂 然后当时就特别的情绪特别差 你知道吗 就是觉得哎 我跟你你你你觉得我要有这些东西的话 我可能会找不到这个地方嘛 对吧 肯定是没有 所以我现在等于说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穿 他在旁边那样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就听得特别烦 而且嘛这个家伙呢 原来呢是在那个穆斯林的那个什么 就是开鲁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穆斯林的 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么一个学校 他在里面呢读了一个什么master degree 就是硕士 然后他呢满脑子里面啊 就是那种特别神叨叨的 他就跟我说呢 他说很多的埃及人呢 就他现在看到的很多埃及人呢 都不是真正的埃及人 然后他说这些埃及人呢都是他的敌人 都想要迫害他 想要暗杀他 然后他称这些人都是这个敌人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我们走在路上面嘛他就看到人家的长相 你知道看到人家的样子 他就说这个就是敌人 那个敌人 这个人对他有有威胁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当时就极力的避开这些话题 我就把它转移到哎那个东西好吃吗 东西这个鞋怎么样啊 你看这个包怎么样啊就这种类似的 你知道吧 然后我真的懒得跟他去讨论什么哎 这个是不是敌人 这个政治上面怎么回事 这个这个宗教上怎么回事 反正我觉得你知道吗 这种人就是已经魔正了 我老娘怕反正只想吸他机吧对吧 管他那么多这种有的没的呢 后来嘛我们实在走在这路上面嘛 有点累了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 我说啊你住在什么地方啊 要么啊我去跟你睡吧 然后呢他就啊好呀好呀 然后其实刚才在路上面的时候呢 他搁在旁边 我当时其实嘛是把他和他哥一起吸了 我是先吸的他 然后嘛他半天不涩你知道吗 然后他哥嘛当时只是放风就是不想就是被我吸 结果嘛他看我给他弟在那边吸嘛 就是吸的就是挺爽的你知道吗 他哥嘛就过来你知道吗 把那个鸡巴一下掏出来之后 让我给大家吸 然后他哥嘛就非常的暴力就很粗暴 就按着我那个头啊猛搓 就不到一分钟就射了 然后反而他这个弟弟嘛啊鸡巴又大 而他哥其实个子挺高的 但那个鸡巴呢就是细不溜揪的 他弟呢这个啊你知道没有他高 但他弟也长得蛮帅的 但鸡巴就又粗又黑你知道啊 可能就是怎么说呢 不明不是很敏感吧 反正半天也不射就搞得我也挺累的你知道吗 就跟他他哥射完早早就走了你知道 然后他在那边呢 反正跟我折腾又折腾了一个小时 反正半天还不射 所以我才说要回酒店对吧 让他放松一点 看还能玩出点什么花样来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最后不是找不到酒店吗 那我们就去那个他住的地方吗 你想嘛本来嘛他哥也知道我什么回事 你想嘛本来我把他和他哥都玩了对吧 我就心想嘛住在他们家的话 注意晚上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身上钱也不多就是个手机还值点钱之类的 然后呢我们走啊走啊走啊就又回到了那个就是利兹卡尔顿的那个广场了 然后呢在那个广场那个地方呢我当时就在想我说绝对不可能这个家伙是住在这个利兹卡尔顿的 你看他穿着打扮啊就不像是住在里面的 然后呢我当时就就是最坏的想法就是说这家伙应该是个保安 你知道吗 然后呢就是我可能会竖在他的这个保安的这个宿舍里面 结果呢我们走走走走到利兹卡尔顿这个酒店前面的花坛的时候呢就停下来了 然后呢我以为说是他要联系他哥什么之类的 结果嘛他指了一下拐角你知道吗 有一块这个红毛毯就是铺在这个地上 然后呢我就看到他哥就是在毛毯里面睡着 好久不见